当然你说有北水流入就比淨流出更好 对港股一定是比较正面的支持 但整体流入的规模 当然对比过去淨流出就会好很多 但是否回到年后每天整个百亿淨流入一天 暂时也不是这些指标 所以整体来说对指数有没有很大的推动性 特别向上突破 如果只靠北水这些人暂时只要稳住 但你说是否一个推动 我想还要再等 譬如如你所说过五一 究竟看看有没有机会 令到北水淨流入的规模突然再大 譬如突然间淨流入过百亿 如果慢慢持续这些价格的时间 这才对市的动力会增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